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加密新团 今天是2020年的3月3号 此时比特币的价格是在43644美金左右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 首先让我们回归一下过去24小时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 首先让我们回归一下过去24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 首先是这则消息 首先是这则消息 美国的SEC对NFT市场就非法加密货币发行进行审查 根据支持人士透露 美国证监会正在对NFT创作者和加密货币交易平台进行审查 以确定部分资产是否违反该机构的规定 支持人士还说调查的重点是确定某些NFT是否像传统证券一样被用来筹集资金 在过去的几个月 SEC执法部门律师已经发出了传票要求提供有关代币的发现情况 此次调查是美国证监会主席跟斯勒为确保加密货币 这肯定是不被允许的而且NFT的市场是一个在全世界都处在一个很微妙的状态 最特别的时候比如说在中国 中国政府对加密货币态度是很明确的 基本上上下游的无论你是矿产交易所 还是提供服务还是提供宣传运营的 从上到下整个链条都已经明确告诉你是不合法的 在NFT又有腾讯或者是阿里这些平台 确实有打着NFT的技术 运用NFT技术去做一些数字艺术收藏之类的NFT交易市场 它又存在也就是说这是基本上全世界所有政府 对NFT的存在没有一个明确定义的 其实核心点就在于你卖的这个NFT是不属于证券 那么我们知道证券的对证券的定义是有一个howit test 它的核心会有几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符合这几个特征 那你就一定属于证券 其中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说 你是会虚落它有 就是说你这个有投资是否具有投资属性 那么NFT的话发售NFT的这个东西 它在发行的时候在法律层面 它规避的方法是说 因为这个目前没有对它进行私发解释 比如说我发行NFT像很多大的公司企业 像那些什么运动品牌 是那些卖包的时尚品牌 它都在发行自己的NFT 这个时候就很难定义一个传统的 比如说我发行一个图像的NFT 这个区别跟我做王者荣耀游戏发行的一款皮肤 你知道王者荣耀游戏里面发行皮肤 它是一个直接是一个商品属性 你拿去收藏也可以 它不具备投资回报的这样一个属性 所以你很难去建议说 这个游戏公司卖皮肤和卖NFT的区别在哪 它区别就在技术层面上是有区别的 如果你是卖NFT的话 我可以拿到第三方平台在二亿市场去流通交易 但是平台会辩解说 这跟我没关系 对吧 我只是发行一个数字艺术品 收藏品仅仅是一个图像而已 具有区块链的纯正防伪技术 你喜欢拿去收藏那是你的事 就好像我卖了 就好像耐克也发现AG的鞋 对吧 这款鞋是珍藏版 你拿去你在二亿市场去炒了几十万银双 这不代表我耐克公司在炒鞋 对吧 我只是说卖了一个限量发行的 你们二亿市场想把它炒多高 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法律层面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所以目前SEC的话 主要是在这一块进行审查和调查 如果你是很明显具备有证券性质的 像之前最大的Telegram发行的Telecoin 明显就是说你是一个ICU 你就是发行的证券 面对了不特定的人群 这个是很明显是违法 然后最后结果是要把至少是一半的钱 是要退回去的 然后这里面又涉及到它的司法管辖区 就是说你如果是你的目的 它只能管美国人 如果是你面向美国人 但是你面向海外的话 美国证券会是管不了你的 蔚来汽车 可以看一下这个消息 蔚来汽车申请元宇宙商标被驳回 其实元宇宙这个话题最近很热 特别是Facebook把它名字改成meta之后的话 我今天就根据我个人对这个行业的一些认知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元宇宙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还是倾向于元宇宙 元宇宙目前还是炒作大于使用 它的整个概念其实就是基于虚拟现实 为了去实现一个我们在虚拟社会里面 完成工作社交的属性 把线下的东西能够线上的就转到 全部转到线上去 这就是当初互联网发展的 我们很早科幻小说明就在幻想的 然后它核心的对核心的硬件 肯定是虚拟现实社会 无论是增强像是的AR或者说 混合现实MR或者说虚拟现实VR 它的核心就是说最终我们目前 目前感知的互联网其实是一个二维平面 你是通过一个屏幕一个二维的一个图像的设备 去跟互联网世界进行交互 你用这个鼠标 我们这种交互的方式直到真的手机出现 我们通过触屏的方式 它本上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你都是通过一个二维的平面 和这个信息世界里面去交互我们 在这个世界里面交流我们的想法 分享我们信息在全世界形成一个社区 元宇宙其实最终是想通过 完成二维到三维的转变 其实这个里面的话 有的人说这个东西说暂时没办法到来 或者是有人觉得这个周期会很长 我在这一块我做了比较大量的研究 我觉得这个凝结点已经快要来了 为什么Facebook虽然Meta Facebook它被很多人不看好 但是它这块技术是有积累的 因为它的Oculus Quest 2 是目前市面上卖的最好的VR投射 也是一个一站式的并不是说我要去接着一个电脑机箱 那么核心的话 我们知道苹果公司也会在这块发令 我相信很快 因为现在的移动芯片已经很接近 在最多一到两代的跌代 旗舰的移动手机芯片是能够支撑8K分辨率的 可能高达90到120帧的图像的实时渲染的 有了这样一个硬件基础作为前提 再加上两年以后的5G网络的大规模的普及 那么可以支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低延迟的 一个一个低延迟的数据载入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的硬件在这块已经普及 那么就是两年以后的旗舰 比如说苹果或者说其他的 或者说Oculus Quest 3出来了 它达到了双眼8K 120帧 那么也就是说两年以后的最领先的VR的设备 就会提供给你一个非常好的虚拟现实的交互体验 它的视觉上你戴上去之后 没有明显的杀霜效应 几乎看不到像素点 然后当你转向的时候 头部和眼部追踪的技术 也非常延迟非常低 几乎没有那种延迟感 这个时候就能够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虚拟现实里面的一个三维世界的交互 同时我们知道现在虚拟现实我们的Unreal Engine 5 你可以去看一看虚拟现实5 基于虚拟现实5开发的 它的多边心的数量已经非常大了 意味着它的图像是非常细腻的 不仅说我一眼看过去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很兴起 你当你拿起这个杯子把它放大的时候 它一眼是细节是非常新鲜 几乎是可以以假乱真接近了现实世界 那么当这个它整个产业的硬件 这些虚拟现实头盔 网络通讯5G技术 然后再加上软件的支持 它的一些最底层的引擎开发虚拟现实5 当所有的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 又有同时还有用户数量 有社交署有社交的作用 有Facebook meta在这块发 你同时还有苹果整合进自己的生态 因为苹果也在开发一个 VR距离现实的一个系统 这个时候有了用户 有了生态 有了硬件 有了软件 有了整个网络环境 那么两年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现象级的产品 当然从那是旗舰 你我们老百姓的话 可能按照这个规律 对吧 今天的中低端就是两年前的旗舰 那么两年之后的再过两年 四年以后 也就意味着 能够支持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的VR设备 它的价格就会降到一个中低端的价格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设想 四年以后 特别是国内的蓝绿厂商 特别是小米 他的旗下的各种品牌 红米 肯定就会按照国内的这个强大的华翔北 对吧 很快就能够大规模的制造出 价格非常优廉的 支持至少是说 双眼加起了8K120帧的VR设备 到这个时候肯定就达到了一个零件 你这个时候 虚拟现实的用户会大量的铺开 同时国内的这些做平台的 你腾讯肯定会再就会发你 谁先抢占了元宇宙的这个入口 谁就掌控了将来的web3.0 或者说将来的互联网 谁就可以革命掉微信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说总结起来 我们的软硬件技术 其实已经积累的差不多了 我们很快就会达到 我觉得我们目前是处在 如果拿智能手机来做对比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很像 苹果iPhone2的那个状态 在iPhone1出来 它其实已经开启了个时代了 但是没有铺开 用户没有普及 也没有生态 到苹果2的时候 技术积累就很成熟了 到iPhone3 iPhone4出现视网膜屏幕了 它带来的那种用户体验 是质的飞跃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从iPhone3s到iPhone4 iPhone4s就铺天盖地的 所有人都在去抢购这个设备 我相信这个时间节点 就很像我们现在 大概是iPhone2的状态 大概是 也就是说总结起来 两年以后 顶级的旗舰的 提供元宇宙应用的 硬件设备 就可以达到一个 非常好的用户体验 那么在这个技术之上 两年以后 这样的设备 就会变得平民化 这个时候 四年以后 我们进入一个 元宇宙用户的 快速增长期 那么在接下来的 一个四年 两到三年的一个 应用的蓬勃发展 也就是像 比如说 移动4G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大规模的普及了 智能手机 很快就有了美团 对吧 饿了吗 还有各种各样 打车软件 元宇宙其实可以看 可以理解为 其中的一个应用 但是这个应用 会强大了很多 像目前的 其实元宇宙的话 就是可以想象 把微信变成3D化 你微信现在 是个平民的交互 有很多联系人 但是元宇宙的 元宇宙版的微信 肯定是 你戴上一个头盔 你就发现 你自己坐在一个房间 然后这边 有很多交互的方式 你只是凭空去抓起 它的你的头盔 有一个传感器 去探测你手势 那我就抓取 比如说 我抓取我的联络人 或者通过语音 设备来控制 那么调出我的联络人 我跟他视频通话 视频通话 他如果接受到 蹦 他肯定会是个 3D的一个头像 直接3D的人像 直接坐在我面对面 然后我们就直接 像现实生活中 这样去交互 由此衍生的 很多行业 都会焕发新的活力 你可以想象 培训教育 医疗 对吧 然后各种各样的 各种咨询服务 其实是可以 颠覆很多行业的 然后因为在全球 这个疫情的大环境下 这种技术 是肯定会被很多 很多国家 继续去推动的 同时还有一个 很大的契机 就是跨国际的 商务和贸易 也就是说 你和国外的人 去做生意以后 在一个会议室 开会的话 就很像科幻片里面 戴个头盔 然后再加上加密货币 全球无障碍 流通的属性 这块就有非常大的 想象力空间 关于这一块的话 我会专门做一期 就加密货币 为什么是革命性的 特别是对人类的 全人类的生产丰功 是革命性的 好 然后看到这儿 还在看的 朋友们 请麻烦点个订阅 然后给个小铃铛 然后如果有 您有任何问题 请给我留言 然后我们 感谢收看的 今天的加密新团 我们下期再见